商业模式之一,企业家和投资人眼中的九大模块。 我没有在网络上听过有人把商业模式讲清楚,今天我来试试。 讲到商业模式,目前比较完整的是商业模式九话部理论。 想象一下,你在组装一个大型乐高模型,这个模型代表了你的生意展开的模式。 商业模式九话部,BMC,就像是这个乐高模型的说明书,帮助你明白每一块乐高应该放在哪里,以及如何组合它们,才能让你的生意既稳固又吸引人。 任何一个环节与其他环节不匹配了,那么乐高模型就会不稳,有崩塌的可能。 咱们用商业模式。 首先,投资者视角的用法和企业家的用法是不同的。 想象一下,商业模式就像是一张大地图,帮助企业老板和投资者看清楚公司的现状和未来的经营原则和方向。 就像开车前要看地图一样,企业也需要这样的地图来指导前进发展。 它不仅帮助管理者更有效地运营和调整企业战略,也为投资者判断企业是否可以投资,提供了以评估体系和监控投资的工具。 它也是一个框架和方法论,使得企业管理人思考的时候有思路可寻,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保持竞争力。 首先,对于公司管理者来说,这张地图上有一个特别的工具叫做商业模式模块。 上面列出了公司运作中最重要的几个元素,比如要服务哪些目标客户,专业的叫法教,客户细分,通过哪些方式接触客户并把产品卖出去,这叫渠道。 怎样和客户保持好关系,这叫客户关系,还有怎样赚钱,通俗的叫法叫收入模式,这叫收入流,等等。 这个工具可以帮助管理者思考时,管理时,不遗漏任何重要的部分。 在企业管理过程中,确保公司的每个部分都能协调工作,就像确保汽车的每个部件都能正常运作一样。 比如说,如果一个咖啡店想要扩大业务,店主可以用这个画布来思考整个业务的布局,遵循有用的思路,可以让我们更加高效率地找到成功的盈利模式。 例如,我应该通过社交媒体、渠道来吸引年轻人,这就是客户细分的定位,提供会员制度,就是客户关系的细节来增加回头客。 通过售卖高品质咖啡和限定版甜点,就是产品的价值主张,通俗的说是卖点来增加收入。 对于投资者来说,商业模式这张地图也非常有用。 毕竟投资者也需要对潜在投资标的进行系统的。 无死角的评判。 投资者可以通过遵循这个体系的评判方式,通过判断企业的商业模式是否应该被认可,来判断这家公司是否值得投资。 他们可以通过支持收入流的细分客户,产品服务的价值主张,渠道和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对比商业模式各元素互动的原理,预判公司是如何赚钱的,是否能赚钱。 哪些部分做得好,哪些部分相互矛盾,哪些部分可能是风险点。 这就像是在买车前检查车的性能和可能的问题一样,帮助投资者做出明智的决定。 此外,这张地图还能帮助投资者监控他们投资的公司。 通过定期查看公司的商业模式,投资者可以了解公司是否按照预定的方向发展,是否有新的机会或挑战出现。 这就像是驾驶中不断查看导航仪,确保不偏离预定路线。 商业模式不仅是公司管理层内部管理的工具,也是外部投资者评估和监控投资标的的重要工具。 通过这种方式,公司和投资者都能更好地利用这套体系理解和掌握公司的运作和时长表现。 就像有了一张详尽的地图,能够清晰地指引方向,避免迷路。 上面是给大家介绍了,企业管理层和投资人分别会怎么使用商业模式这套系统。 跟着我给大家倾听点水地介绍一下每个模块。 首先,第一个模块,客户细分,英文叫Customer Segments,俗称目标客群。 企业生存的意义就是找到细分客户群违背满足的需求, 用符合他们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去满足他们。 客户细分定义了企业服务的目标客户群体。 企业需要明确其目标客户是谁后,其他的模块才能展开。 比如说,你开了一家咖啡店,你的客户可能是急需咖啡提升的上班族, 或者是想找个舒适地方聊天的朋友们。 了解他们的需求,就能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 接下来是第二个模块,价值主张,英文叫Value Propositions, 这相当于具备卖点的产品和服务,价值主张必须符合目标客群的需求。 这告诉我们,咖啡店应该提供什么独特的东西, 比如快速服务,舒适的环境,或者是特别的咖啡味道。 这就是吸引客户来你咖啡店的理由。 客户主张描述,企业提供给目标客户的具备独特价值的卖点, 是吸引客户的核心内容,通常是解决客户痛点的产品的突出功能。 然后,我们要考虑的是第四模块,渠道,英文叫Channels, 比如,如何让客户知道你的咖啡店的方法。 这就是渠道,又叫销售渠道。 你可能会在社交媒体上做广告,或者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开设店面。 概况的说,它涉及企业如何通过线上和线下将其产品卖点传递给客户, 包括产品销售和分发机制。 第五模块是客户关系,英文叫Customer Relationships, 这是一套管理和维护客户的系统, 对于咖啡厅而言,是关于你如何与顾客互动。 比如,你可能提供会员卡,让常客享受折扣, 或者通过快速响应在线评论来维护良好的客户服务。 客户关系描述了企业如何与不同的目标客户建立和维护关系。 第六模块是收入流,英文叫Revenue Streams, 换句话说,就是带来收入流的方法和方式, 收入流对于咖啡厅,就是你的咖啡店如何赚钱。 可能是卖咖啡,甜点,或者提供高级的定制服务。 你也可以理解为收入模式, 它讲述了企业如何从每个客户细分中创造收入。 在其他领域可能包括产品销售, 订阅费,租赁费,授权费等。 为了让咖啡店运转, 你需要一些关键资源才能让咖啡厅维持给客户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比如咖啡豆、咖啡机和一个舒适的店面。 这就是第七模块,关键资源,T-Resources。 它是企业提供具备价值主张的产品, 维持销售渠道运作, 管理客户关系和创造收入流所必须的最重要的资产。 第七模块叫关键活动, 这里可能包括制作咖啡、管理库存和维护顾客服务等关键活动。 英文叫Tea Activities, 描述了企业把产品和服务卖给客户, 获得收入所必须进行的核心活动。 你可能还需要一些关键合作伙伴, 比如食品供应商或者清洁服务, 这些都是帮助你的咖啡店顺利运营的重要支持。 它们是企业与哪些外部组织合作以优化业务模式, 降低风险或获取资源的关键合作伙伴, 英文叫Tea Partnerships, 这是第八模块。 最后, 也就是第九模块, 成本结构, 英文叫Cost Structure, 它描述了企业运营产生的主要成本是什么。 在设计商业模式时, 需要考虑成本效益, 经营咖啡厅时候, 成本结构让你明白, 开咖啡店需要花费哪些成本, 比如租金, 员工工资和原材料费用。 上面的九大模块中, 细分客户, 价值主张, 渠道和客户关系, 都是为产生收入流而展开的板块, 关键资源, 关键活动, 关键伙伴都是与节省成本, 或者与成本结构有关的板块。 收入流和成本结构, 共同组成了我们常说的盈利模式。 如果企业持续亏损, 那么就是成本结构有问题, 或者收入流有问题, 也就是收入流无法在长期覆盖成本结构。 那么, 这意味着企业的商业模式是失败的。 好了, 后面我会在其他的视频中介绍每个模块和与其他模块的互动, 请拭目以待, 点赞加关注。 企业家如果能充分理解这九个部分的作用和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你就能确保你的咖啡店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不断吸引新客户, 同时保持效率和盈利。 这就是商业模式酒化部的魔力, 帮助你从各个角度审视和优化你的生意。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